底下一个问题 弟子是创作小说的 时时刻刻也想着悲欢利和 恩怨情愁的故事情节 好像跟正念和亲近心相违背 像这个样子应该如何修行 你要把写小说这个念头放下 为什么呢 写小说 写戏剧 自古以来中国外国 国报都不好 这是你要警惕到的 为什么呢 跟如来正法了 真的是你所说的 180度的背道而驰 你怎么能转过来 那你真的要想转过来 从事于这种行业的话 你先成佛 先成菩萨 然后道家次行 回到这个世界来 用这种方法去表演 那就没有错了 那你就是普度中生 你没有这个程度的话 这个东西对你 这个东西对你 确定有害处 在 二十几年前 我在台湾 我们的道场呢 在京北 花葬图书馆 距离我们道场很近的 有个学校 那个时候 叫世新 新闻专国学校 里面有些学生 常常到我这边来听见 听多了 他们有些学这个隐居 学这个学习 知道 这个问题 跟你所提的是一样的 来问过 他这个会造很重 你怎么办 我就劝他们 放弃这个学习 该修别的学习 很多同学 确实 他明白 他觉悟了 不再念头学习了 这是要有很高度的精确 也要很有的福分 你才真正明白 这里头的因果 于是 才能还缺笑 都有 已经是 没有